市民代表黄达翔的总执询 同样也是关心地震灾户的家园附件政策 针对行政院推出的复原重建方案 黄达翔认为补助金额不符合现在的实际状况 希望透过代表会质询平台 为花莲灾民发声 呼吁政府能够放宽额度 尽量的减轻灾民的负担 行政院推出0403地震复原重建方案 编列285亿要执行花莲震灾附件作业 这已成为市民代表黄达翔总执询关系的重点 他首先针对各项补助内容 要求市公所应该积极了解 主动协助市民申请相关的补助 同时他也指出补助的额度太低 无法反映现实的物价指数 每瓶12万 那补助上限360万来反推回去 他民众一般的生活空间 他们也认定大概在30瓶上下 是不是能够把他的补助范围 因为有一些小坪数的住户 他们其实是一家人 那是共有单一个人共来持有 这些所有权 那以目前的政策来讲 会导致民众申请 这些补助上的一些困扰 那可能我这一家人 6个人的户数 我可能只能申请到10平 或是甚至15平 而以的申请补助费用 那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讲 真的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也期盼政府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经费 能够放宽 来对民众实际上有一些帮助 黄达翔表示 这次地震花莲市损失惨重 呼吁不论是中央或者县政府 都能够从宽从优的提供救助 让花莲市早日回复荣景 借理会花莲市报道